接著我們進到第四個架構了 在這邊 首先第一個 這裡有一個小軟體 倒是各位可以參考一下的 因為 各位應該都蠻有機會 把你的這個行動裝置連到你電腦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iPhone的必須要裝iTune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那個Android的 就看你的是什麼廠牌 是不是要個別安裝不同公司的那個 閱讀的就是連接的軟體 假設你今天因為有的人換第二隻換第三隻了 但你不同品牌 你就要裝很多個 那這樣總是比較麻煩 所以這個iTune是最近推出來的 我覺得還不錯 是因為它主要是跨平台 包括你的iPhone也好 包括你的iPad 或者Android系統都可以用 甚至它也有免安裝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從我們左手邊這邊 有一個延期的相關檔案裡面 我有放一個免安裝的版本 你可以從這邊iTune 果然我沒有放進去 難怪 沒有關係 您也可以用關鍵字找看看 來這邊iTune T-O-O-O-L-S 你就打繁體的 繁體的 這樣就會找到 有沒有繁體版 你用這個關鍵字去找 那麼它在這邊就會顯示出 你要去哪裡下載 你可以用安裝它也有免安裝版本 都OK 在它使用過程它會出現一個這個 裝完了之後像我現在就連進來了 你只要把你的連接線 連進來之後就可以了 連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 它會幫你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應用程式 或者你的鈴聲 對不對 有些人喜歡用自己的鈴聲 你有拍照的 你可以從這邊 影片的 可以從這裡 那麼我一般最常用的是 在更多功能裡面 也就是你把它當作為什麼 檔案總管 對不對 你可以看看你哪一個資料夾 比如說一般我們照片會放在這邊 你點進去呢 點進去看哪些資料要的 你就可以把它勾起來之後按匯出 或者相對的你電腦面要的 就把它匯入 好 這是一個 再來呢 其實我比較常用的就是即時桌面 也就是我希望 給你謀一下我上面的內容 你要拿手機給你看 看比較不容易嘛 我就在連接到這邊來 我把它放大一點 所以我可以在上面操作給你看 有沒有 欸 下次要操作 那麼 有甚至呢 它可以拍照 直接拍照跟錄影 把你操作過程 就把它錄下來 這樣也會比較簡單吧 對不對 很簡單的方式 你不用太多的額外工具 它本身就提供了 所以 這個是第一個 跟大家稍微 介紹一下 有這樣的功能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呢 就可以去做你的裝置的管理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這個把它關掉 再來 其實這裡有一個 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在這邊 這個我們上次的延期 有跟大家介紹過的 你平常行動裝置上 會不會有很多的照片 有沒有備份 很多人都想 反正記憶卡夠多嘛 現在大家努力拍啊 可是說真的 會不會滿出來 還是有可能會不夠喔 尤其是你有用錄影的時候 你有用錄影的話 那檔案會大很多 因為大部分現在錄下來都是什麼 Full HD的 那檔案那麼大 其實很快你的記憶體就滿了 這個時候怎麼辦 Google可以幫你做備份 Google可以幫你做備份 我們來看一下 Google家 平常在台灣 比較少人用 我知道 但是呢 你看這邊 它會幫你把這個list出來 我現在進到這個叫Google家 也就是你如果進到 我們的Google首頁的時候 這邊會有個 有沒有 Google家 你就會進來 那麼 雖然你不見得到那麼多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是不是有個相片 點到這邊 你可以選擇 讓 安裝那個Google家的那個APP 它 設定好自動備份之後 它會幫你的照片自動備份進來 自動備份進來 那我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你如果有安裝過Google家之後呢 會像這樣子 它會有增加兩個APP 一個是這個 紅色的這個 有沒有 一個是這個 另外一個 有沒有看到相簿 那不管你從哪一個 都可以去設定 今天如果 我是進這個Google家 進到這邊來 好 那麼 你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旁邊這邊不是有這個嗎 設定有沒有 這個 你把它按一下 這裡會有叫設定 有沒有看到跑出來的 對 你把它按一下呢 好 這裡就有一個自動備份 自動備份 你把它按進去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你的照片 萬一 真的不見了怎麼辦 因為現在手機很重要 請問你有沒有想過 手機不見的日子 蛤 不敢想像 因為現在手機對你來講實在太重要了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 備份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 你要用圓尺寸還是標準尺寸 所謂的標準尺寸 就是在300萬像素 以內的 這個不佔空間 也就是我們一般的 一個Google的帳號 是15G的空間 如果你不希望說 我佔掉那個空間的話 你就用標準的 像我用標準的 好 那這樣他就會幫你自動 把照片縮小再傳上去 好 傳上去呢 那再來呢 你可以設定一下 就是這個備份的方法 你是透過行動網頁 還是透過Wi-Fi 預設只是Wi-Fi 因為檔案比較多的是 會比較佔那個空間嘛 所以你可以比如說 回到家的時候 有Wi-Fi網路的時候 再透過他傳 就是在幫你做備份就好 當然如果你覺得沒有差 你是吃到飽的 反正吃到飽的 撐著沒事嘛 你就可以用行動網路 這樣了解了 好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 你的資料就傳上去 好把它傳上去 那麼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這個自動備份 你在上面這裡要打開 這裡有沒有 這個地方你打開 打開之後呢 他就會自動幫你 新增到你的這個 Google家裡面 預設的話會像這樣 就是以什麼 以日期幫你做備份 哪一天的放進去 而且他會幫你做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叫做精彩機器 這個叫做精彩機器 它裡面呢會有幫你做一些特效 或者是一些修圖 不過你不用擔心 因為這些並不會影響到你原圖 很重要就是說 Google家跟我們一般的那個APP修圖是不一樣 往一般APP修圖它會把什麼 照片就會把它改變了 對不對 這裡沒有 那最近呢 他有增加一個功能叫Store 這個很好用 很不錯的 你看有沒有 新推出的 你們大部分都有在用Facebook 對不對 Facebook以前有一個叫做回憶影片 但是那個是他自動幫你做的 你大概不太能夠編輯 你大概不太能夠編輯 那麼這邊呢 也是Google幫你做 可是你卻可以怎麼樣 自行的編輯或者調整 甚至刪除 那我看一下 這裡 還在下載中 好 你可以看到下面有沒有 我們去那個錄影的 你說點進去 好 它會幫你準備一張封面 就從你裡面挑出來 挑出來 然後當然你可以自己畫 可是這就變成你自己的故事 他知道你的地理資訊有拍 他會知道你在哪裡拍的 有沒有 你可以決定要或不要 這也可以關掉 那你也可以針對這個照片做說明 好 那但是呢 他把它變成網頁式的 這樣你了解了嗎 有沒有 像這樣子 那當然你要分享的話 也可以分享出去 那麼我們來看編輯的 編輯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選擇哪些照片要加入這裡面來 這樣你了解了吧 跟我們一般那個Google的 跟那個Facebook比較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而且我們是去兩天以上的 所以它很好玩的 在你 它知道你有兩天以上會自動幫你 我看一下 後面 這個是做母親節蛋糕 在這裡 有沒有第二天 有沒有 它會幫你弄起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蠻不錯的一個方式 你就是可以自己去編排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適合 你可以叫做重建 或者直接移除 都可以 比較不一樣的 這個分享的方法 這叫Google story 這裡 我們在這個地方 這裡 有個叫Google story 自動回憶人 很不一樣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的照片比較多的 它會自動幫你去做判斷 判斷那就可以直接加進來 直接加進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吧 好 那我就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唷